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爱 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个实际难度的拼图puzzle 总共是9个拼图块,分了4种颜色 相同颜色的拼图还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算的话只有4种拼图 只有9片的实际难度解法非常巧妙 老板真的没有骗我吗 总感觉这个实际很有水分 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一块拼图放上去 发现多了一个尖尖少了一个凹槽 而这里刚好多了一个凹槽没用上 我们来移动一下 凹槽对凸起 回 嗯?我这边又多出来一点点 它不能放到边上,它要放到中间位置 边上应该是一个这种块把它包进去 这个角上这样放3块 这块不能用这个黄色了 用黄色这个凹槽又浪费了 那么用这块绿色 这样放,这里来一个组合 还一个红黄组合 看这里,这里不够位置 那就横着这样放 这里差了一点,可以把这个翻转一个面 刚好,最后一个绿色 这还是多出了一点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4个凸起 对4个凹槽肯定是没错的 这个组合也只能放这个位置 它不能往上走 这上面顶住的话 下面就放不下任何一个块 同样的也不能贴靠左边 左边顶住的话 右边也放不下任何块 所以这个位置是确定的 剩下的位置再来放这两个组合 同样的道理 这块不能贴边 所以这块只能放这里 剩下这个组合可以这样放 脚上这块不够 还可以这样放 而这个脚这里依然不够 最后还可以这样放 然后不管怎么放 这个角落始终还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所以这种摆法是无解的 既然如此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斜着放的 所有的块都这样斜 位置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最大的可能 还是只有中间这块是斜的 那我们放这块最特殊的 这样放是不是很合理 这个顶这里 这个凹槽给它放 刚好吧 我感觉是很有可能 这块放这里 这样子 这里还是不够啊 这两块换一下看一下 这块放这里 不行 这样子 可以吧 然后这块 搞定 设计非常的巧妙 刚上手看到四个凸起 四个凹槽 正常人都会像我开始那样去拼的 但是我们并不难发现 那个方法是绝对拼不出来的 所以最后想到这种斜放的拼法 应该不是很难吧 因此我觉得它应该没有实际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白了个白 对吧 对